字幕字幕組織 現在來講一下Tradle使用 現在我已經是Tradle的畫面 輸入我的帳號 iSeal Cmail 登錄 不用 Google 彰化登錄 這已經是我的登錄畫面 那這邊已經有很多 有很多資料的 首先 我這邊已經建好 我們台北集合網路輪設的團隊 那當然你可以 就是說 建立自己的團隊 建立我們遊藝公司的團隊 可以看到 這邊就出現了一個團隊 那基本上Tradle它是 四個階層的一個 系統規劃的一個 團體 第一個是團隊 最上面是團隊 再來呢 就是看板 比如說這個看板 可以建立一個看板 依照部門建立看板 就是 再來呢 看板在下面的一個階層 叫做列表 我用 既然我們是 針對福人社在規劃 所以我用 我們福人社的 這部分來 做介紹 好 比如說我現在已經建立了一個公共形象委員會 還有一個服務計畫委員會 我點開服務計畫委員會 好 好 那這邊要新增一個列表 基本上因為是針對我們的工作管理 所以我就 新增一個列表 這一個叫做 代辦事項 再來呢 再建立一個 進行中 另外一個是 等待某人 另外一個就是 完成 那我們現在已經 新增好列表 最下面一個階層呢 就是卡片 好 比如說 現在有一件事情要 做 比如說 年度計畫 好 再增加一個 預算編列 好 那 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在 這一個 201718的 服務計畫委員會裡面 就有兩個東西了 就兩個 待辦事項 好 如果說 你 你今天 年度計畫 是你要 現在要做的 就把年度計畫 拖到 進行中 好 那你可以在這邊 好 可以 好 它這邊有個 你可以設定到期日 好 你可以增加 成員 就是 編輯標籤 好 現在 請 好 那 這樣是不是很簡單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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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